大家好呀,欢迎来看米虫 这场婚礼仪式真奇怪 新郎新娘身穿黑色礼服走入现场 紧接着开始轮流说出对另一半的不满 最后由伴郎伴娘出场为二人摘下婚戒 原来这是一场离婚典礼 在场的伴娘名叫沈兴若是一名制片人 在参加离婚仪式前 她买了张机票和VIP后机听券 打算寻找优质男参加她策划的恋宗 谁承想一眼相中的目标竟是自己的初恋对象 时隔五年猝不及防和初恋相遇 新若呆愣当场 陆星妍同样目不转睛地盯着她 对世间过往的美好在彼此脑海里回放 从前有多甜蜜 此刻就有多疏离 新若酝酿许久 说出一句久别重逢的客套话 好久不见 陆星妍眼头回应 就在二人情绪复杂 新若眼含泪光时 她的同事走过来坐下 她以为新若已经和对方谈妥 开始滔滔不绝地介绍他们这档关于前任的恋宗 邀请陆星妍和前任一起参加 看着新若尴尬转过头去 陆星妍意有所指 前任看起来不太方便 合伙人这才察觉出二人之间的诡异氛围 猜出了两人的关系 新若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就在这时 闺蜜打来电话催她快点出发 新若正想走 陆星妍询问她是不是要去当伴娘 自己是伴郎可以烧她过去 新若本想拒绝 但看了一眼需要等待很久的网约车 她又改变主意 同意搭陆星年的车筒去 路上两人之间气氛尴尬 谁都想找话题尬聊 却又不敢问及对方的现状 期间陆星妍接到电话 对方是个女生 听起来与她颇为亲密 新若看似不动声色 心里却很不得进 下车时 陆星妍见 新若的脚被高跟鞋磨破 从车里拿双运动鞋 让她换上 新若不领情 表示不会用其他女人用过的东西 两人匆忙赶到现场 此时这场 别开生面的离婚典礼 正进行的如火如荼 女方陈竹 控诉男方许成舟在生活中 处逐扫兴 提供不了一点情绪价值 生病了 男方让她多喝热水 心情不好又让她别想太多 续承舟指责陈竹坐天坐地 一天要求她打八个视频电话 连上厕所都要报备 让她疲惫不堪 而且陈竹一天到晚心情不好 又不说原因 让她猜 她又不是算命的 真的不知道陈竹为什么不爽 见二人相看两相宴 主持人宣布进行第二个环节 有请伴郎伴娘帮忙收回戒指 辛若和陆心妍站在各自的好友身边 见证了这对欢喜冤嫁 从结缘走到离婚 最后一个环节 播放夫妻感情破裂的视频 然而让人没想到的是 工作人员播错视频 画面上出现的是五年前 陆心妍向辛若求婚的场景 那时陆心妍单膝跪地 申请恳求辛若嫁给她 辛若笑着答应 憧憬以后的幸福生活 谁知最后两人却在最相爱的那一年分手 此后天涯海角再无联系 这段视频像一把钥匙 打开了彼此刻意关起的心门 到底有没有放下对方 只有他们自己最清楚 在场观众看着视频议论纷纷 陆心妍反应过来 赶紧让人切了视频 尴尬地插取过去 主持人宣布离婚仪式正式完成 在场所有人拿起早已准备好的枕头 开启了一场枕头大战 陆心妍和辛若配合默契 共同击推外敌 直到没人进攻 两人才把彼此当成目标 一边互相攻击 一边说着注视对方事业有成 飞黄腾达的话语 然而口是心非下 藏着的是克制不住的关心和喜欢 原来看似猝不及防的偶遇 其实都是陆心妍的处心几率 当年两人在一起时 辛若注册订票软件 留的是陆心妍的手机号 只要辛若订票 陆心妍就会立刻收到消息 辛若身为制片人 为了物色恋宗 在见怦然心动的节目人选 网购了机场VIP尸体验券 陆心妍误以为辛若要离开这个城市 火急火燎追到机场 看到辛若和同事寻找目标时 他才明白自己会错了意 他担心被辛若发现 躲进休息室 不想命运 却指引辛若走到他面前 陆心妍的求婚视频 在网上疯传 很多网友留言 希望双星CP参加节目 合伙人当即给陆心妍打去电话 邀请他和辛若上节目 陆心妍误以为辛若想让他去 抱着和辛若重新开始的想法 迫不及待地去买新衣服 想好好表现 然而辛若看见 出现在公司的节目人选是陆心妍 马上否决了合伙人的提议 他身为制片人 不可能亲自参加节目 合伙人分析利弊 现在两人的话题量和讨论度都很高 节目收拾一定不会错 况且大老板点名让他上 辛若推脱不得 只好答应下来 前去与陆心妍敲定合作 陆心妍本想借用节目之名 拉近和辛若的关系 可辛若一副公事公办的态度 表示他同意上节目 可以免费宣传他的度假村 对两人工作都有好处 陆心妍这才明白 辛若并非对他念念不忘 失望之下 陆心妍赌气拒绝参加 离开辛若公司 陆心妍遇到度假村的法律顾问小静 说话间 小静帮忙摘掉他脸上的睫毛 这一幕正好被辛若看见 导致辛若怀疑陆心妍并非单身 辛若想知道陆心妍是不是单身 如果是 就不符合他们的选人条件 正好这时接到了陆心妍妈妈 邀请他去做客的电话 来到陆心妍家 看着房间里熟悉的布置 辛若百感交集 高一下半学期 他转学到陆心妍所在的学校 因为父亲和陆心妍父母是好朋友 陆心妍妈妈 陪姨非常欢迎她在家里住下 像对待亲生女儿一样 对她照顾有加 和陆心妍分手后 辛若出国 陪姨看到那段求婚视频 得知她在做节目 才知道她两年前就已经回国 埋怨她不来看自己 辛若有些内疚 毕竟她和陆心妍是前男女朋友的关系 谁知陪姨对此并不在意 提出三人各论各的 不管她和陆心妍怎么样 两人还是忘年交 陪姨撒娇卖萌 挽留辛若在家里住一晚 称儿子天天在度假村不回家住 不成想话刚说完 陆心妍就出现在门口 陆心妍揭穿老妈的诡计 明明是她让自己回来的 现在还不承认 陪姨见当神助攻的小心思败路 让陆心妍送辛若回家 女孩子单独回家不安全 陆心妍建议坐公交车 人多很安全 不能了 你不是一直还电机车车 我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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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辛若已经在陪姨那里 打探到陆心妍是单身 但放在车上的运动鞋 让她很在意 下车前辛若接到了好友 玉丝的电话 陆心妍吃醋 嘲讽她和玉丝感情好 辛若回怼 两人只是朋友 怎么也好过她 嘴上说单身 车里却随时戴着女人的鞋 陆心妍不想被误会 拿着鞋追出去 不由分说 脱下辛若的高跟鞋 换上了手里的运动鞋 当年辛若出国后 妈妈收拾出一双辛若的鞋 贱妈妈正在和辛若视频 陆心妍赌气说把鞋扔了 视频那头的辛若信以为真 殊不知陆心妍把鞋放在车里 一直保存到了现在 辛若见鞋大小正合适 也反映过来 这是自己的鞋 一时间心情有些复杂 陆心妍诚情误会 想要离开 却被辛若叫住 转身前 她的嘴角不受控制的 扬起笑意 以为辛若被感动 愿意对她敞开心扉 没想到辛若还是劝她参加节目 陆心妍迟迟不答应参加节目 又赶上投资人撤资 节目再做不出来 辛若的公司岌岌可危 合伙人为了阻拦投资人撤资 请对方喝酒 喝出了未出血 结果却无济于事 辛若为了保住团队和心血 决定把妈妈留下的老家房子 拿去做抵押 而合伙人在去求陆心妍 陆心妍还是不答应 当听说辛若想拿房子做抵押 她立刻改变了主意 答应好好想想 为了帮辛若渡过难关 陆心妍找好友 兼合伙人许承舟商量 不仅要参加节目 还要给辛若投资 许承舟提醒她 不要恋爱脑发作 失去理智 劝她想想当年和辛若分手后 她是怎么扛过那段时间的 陆心妍用商业利益 堵住了许承舟的怨言 表示她已经做过被调 辛若团队都是业内专业人士 节目已经播出 肯定会给度假村 带来非常好的口碑和笑意 许承舟见她脑子在线 这才打消疑虑 很快约辛若过来洽谈合作 陆心妍把条件告知辛若 为避免辛若误会 她因为私人关系才想投资 她首先强调 这是自己出于工作考量 才做出的决定 辛若这才放下心理负担 双方达成合作 合作谈成 辛若与陆心妍 许承舟一起 迎接和度假村签了 对度协议的投资方监视 可辛若万万没想到 陆心妍的假方监视 竟然是她的朋友玉思 玉思和陆心妍见面 火药味十足 得知辛若找陆心妍当节目嘉宾 还接受陆心妍投资 她担心辛若吃回头草 让辛若好好想想当年 和陆心妍分手后 她是怎么过来的 辛若的思绪 瞬间回到了几年前 那时她和玉思 是一个学校的留学生 她受到分手打击 每天以泪洗面 痛不欲生 玉思见她这么痛苦 劝她回去找陆心妍 可她认为 把陆心妍找回来 两人在一起 还是互相折磨 长痛不如短痛 熬过去总会有好起来的一天 玉思打断辛若的回忆 邀请她一起吃饭 辛若刚和陆心妍谈成合作 不想把彼此关系闹得那么僵 邀请大家一起用餐 席间玉思借着点菜的名义 嘲讽陆心妍 当年陆心妍误会她和辛若的关系 把她做了一顿 两人闹到了警局 如今玉思仗着自己是甲方 陆心妍不敢把她怎么样 各种针对陆心妍 她点了一道菜名为 永不回头 还有油炸渣男 菜单上根本没这道菜 玉思解释自己一看到陆心妍的脸 就想起渣男两字 一时口误才说错 陆心妍有火无处发 去洗手间平复情绪 玉思健壮也跟了上去 玉思向陆心妍宣战 她对辛若来说已经是过去时了 这几年陪在辛若身边的是自己 陆心妍不肯认输 只要她和辛若有合作 两人就一直是现在时 玉思为了打碎陆心妍的希望 回到饭桌上给辛若一个大惊喜 她联系了辛若最想合作的电视节目导演 导演对辛若的策划方案特别感兴趣 而且她认识的几家公司都想参投 希望辛若好好想想是否要合作 饭局结束 辛若指责玉思在众人面前提成年旧审 让陆心妍难堪 玉思马上赔礼道歉 保证以后一定注意 另一边陆心妍没底 辛若到底会选择谁合作 于情于理辛若应该选择更有经验优势的导演 陆心妍坠坠不安 一大早就望眼欲穿 不知道辛若会不会取消与自己合作 直到辛若推门进来 她悬着的心才彻底放下 陆心妍想知道辛若最终选她的理由 辛若表示 虽然导演那边的条件很诱人 但她需要先与对方建立信任关系 不如选之根之底的陆心妍 不管两人现在是什么关系 都是彼此最信任的人 陆心妍笑了出来 愉快和辛若商谈选人细节 她觉得辛若原定的目标人物缺少话题性 还不如找身边能带动话题的人 两人一拍即合 同时想到了刚离婚的许承舟和陈竹 这对欢喜冤假 他们分头行动 充当说客搞定各自好友 选完这一对 陆心妍还建议邀请他们高中时的班长参加 对方经营着一个科普类的公众号 有一定的粉丝基数 最近出的书评价也很好 辛若和团队讨论嘉宾人选 团队提议如果班长参加 就把恋宗改成从校园到社会的熟人局 勾起大众情怀的同时 也能让人讨论各位的现状 陆心妍去找班长 可不善交际也没有感情经历的班长 不想出现在真人秀上被人讨论 辛若为此发愁 陈竹忽然想起 他们的好友小沁 高中时是班长的暧昧对象 可以让小沁劝说他 辛若灵感闪现 趁时邀请小沁也上节目 这一对正好对应有情以上 恋人未满 小沁自卑 她一个离过婚的女人 陪不上班长 也不愿去打扰对方 辛若尊重小沁的选择 次日他去律所接小沁下班 一起吃饭 不想正好看到小沁被前夫纠缠 小沁的前夫喜怒无常 表面上拿着一束花 道歉哀求 想和小沁和好 却在别人看不见的时候 狠狠掐住小沁的脖子 想把小沁绑回家 小沁不敢反抗 幸亏辛若及时赶到 将他从前夫的邪制里救出来 辛若把小沁带回自己家 不明白当初小沁为何看上了这个人渣 而且如今都已经离婚了 怎么还对前夫唯唯诺诺 小沁倾诉 他从小到大 一直是个极其平凡的女孩 当初前夫对他特别好 他以为找到了幸福 谁知结婚后 前夫像变了个人 少有不如意就对他发脾气 好不容易离了婚 前夫却还是将他当作所有物 不停逼他回家 他不敢反抗 是因为两家都在县城 前夫知道他所有的家人和亲戚 他怕前夫做出激愤的事 连累家人 辛若理解小沁的难处 为避免前夫再来骚扰 他让小沁回去收拾东西 先搬来他家住 小沁收拾东西时 翻到了上高中时 班长送他的五年高考 三年模拟 书的非夜写着对他的祝福 当年两人互相暗恋 可惜谁都没有捅破那层窗户纸 导致遗憾错过 就在小沁沉浸在回忆中时 前夫突然敲响了房门 小沁吓得想跑 不料前夫从窗户跳进来堵住了他的去路 前夫跪在地上恳求小沁和他回去 见小沁不从 他开始发狂 剪碎了小沁的衣服 撕碎了班长送的书 那本书是小沁唯一保留的念想 见被撕碎一地 他彻底怒了 冲上去与前夫撕打在一起 可他不是前夫的对手 几下被打倒在地 小沁挣扎着起身 拨通欣若的电话求救 欣若正和陆欣妍在一起选择拍摄场地 接到电话 迅速和陆欣妍一起去救人 两人走到外面 正好碰到许承舟和班长 班长得知情况 也跟着一起去 四人赶到小沁家 前夫见人多势众 吓得逃走 陆欣妍当机立断 让欣若先陪小沁住在度假村 欣若安抚哭泣的小沁 劝他勇敢起来反抗前夫 他越退缩 前夫越变本加厉 小沁还是顾虑家人会受到牵连 认为只要他不和前夫回去 前夫总有一天会放过自己 欣若带小沁出来 让他看清前夫的真面目 原来陆欣妍五人将前夫抓了过来 威胁前夫以后不许再打扰小沁 前夫耍无赖 扬言不管离不离婚 小沁都是他的妻子 被他支配 小沁看透了前夫的丑恶嘴脸 终于鼓起勇气走到前夫面前 拿出专业律师的态度 展示手机里的证据 宣告他将起诉前夫 对他的所作所为 欣若也威胁前夫 他们已经查到了其工作单位 前夫连续三年被评为优秀员工 说明很在意这份工作 公司明令禁止员工违法乱纪 如果他再纠缠小沁 就把他的所作所为抖出来 到时候前夫会丢掉工作 前夫被拿捏住软肋 保证接受两人离婚的事实 以后再也不骚扰小沁 前夫落荒而逃 六人组大获全胜 一时间他们仿佛回到了高中时期的热血时代 陈竹看出班长和小沁互相有意 撮合两人在一起 陆星炎也当神助攻 邀请班长上节目 并让小沁帮忙给班长介绍个女伴 次日小沁收到班长的信息 约他出来见个面 班长夸赞小沁反抗前夫的表现很棒 如今小沁脱离苦海 他很高兴 他想和小沁再续前缘 弥补当年的遗憾 又不敢贸然说出口 只能从另一个角度 劝说小沁上节目 他觉得陆星炎和星弱 彼此还喜欢对方 或许通过这个节目 两人能重归于好 于情于理 他们作为朋友都应该帮助两人 小沁自然愿意帮忙 但他有顾虑 这是个恋爱节目 他与班长并非恋人 班长让他放心 到时候告诉编导 自己暗恋他 事情就可以解决 小沁这才放心 羞涩答应组队参加节目 星弱和陈竹得知小沁的决定 高兴地举杯庆祝 祝贺小沁获得新生 也希望他和班长能擦出火花 结一段良缘 六个嘉宾人选敲定 节目组马不停蹄的布置场地 星弱也参与其中 亲自去买保护材料 为了砍价 他谎称正在和老公布置婚房 恳求老板便宜一点 这番说辞 正好被来找他的陆兴颜听到 被叫老公 陆兴颜心中窃喜 马上进入状态 握手搂腰 营造亲密姿势 买完这一家 两人又转站下一家 互相称呼老公老婆 叫得极其顺口 星弱嫌弃陆兴颜不会砍价 让他跟在自己身后听指挥 谁料陆兴颜直接将他抱起来 放进小推车 推着他全力前进 两人笑着闹着 好似回到了当初在一起的时光 忘记了中间风格的那几年 所有东西买完 星弱打断陆兴颜即将叫出口的老婆 表示角色扮演到此结束 今天的相处让两人找回了高中时 无忧无虑的感觉 同时怀念年轻的时光 星弱询问陆兴颜 在他记忆中高中的自己是什么样子 陆兴颜回忆 那时的星弱是聪明上进的学霸 虽然和他这个学渣总是发生矛盾 但他却在不知不觉中喜欢上了星弱 想到这儿 他突然生出一股激动 询问星弱 他们能不能重新开始 然而话没说完 他又想起了当年两人无羞耻的争吵和矛盾 害怕现在的他们重蹈覆辙 最终把话咽了回去 星弱看出陆兴颜颜又止 追问他想说的是什么 陆兴颜谎称觉得土豆很好吃 想再要一份 星弱很诧异 陆兴颜什么时候这么能吃辣了 高中时期有一天陪一枚在家 陆兴颜主动带星弱出去吃饭 星弱点了最爱吃的麻辣火锅 陆兴颜不能吃辣 大部分时间都在看着星弱吃 期间星弱爸爸打来电话 星弱却拒绝接听 也不愿提起爸爸 可是看着别的孩子拿着爸爸给的棉花糖 他很羡慕 陆兴颜看出星弱眼里的渴望 买单时也要了一根棉花糖 星弱拿到棉花糖 嘴上吐槽陆兴颜又止 眼里却含着泪花 既感动又甜蜜 陆兴颜没有告诉星弱 分手后他疯狂练习吃辣 就为了有一天重逢 能陪星弱一起吃辣 两人回到度假村 工人已经开始装修 他明明说了 等保护材料到了再开工 质问是谁下的命令 新来的实习编导 娇娇仗着自己父亲是投资人之一 站出来称是他下的令 星弱没顾及他的身份 怒斥他没有资格越阻带庞 不听命令就滚出去 娇娇当众丢了面子 对星弱怀恨在心 陆星炎担心 星弱被投资人找麻烦 星弱不慎在意 摸爬滚打这么多年 什么困难都见过 他早已练就铜墙铁壁 什么都不怕 星弱打去 陆星炎也是假方 他在陆星炎面前也该注意分寸 陆星炎正色告诉他 在自己面前 他只要做最真实的自己就好 星弱眼中有泪光闪动 陆星炎也红了眼眶 明明彼此还爱着对方 又怕再次让对方受到伤害 星弱倾诉 如果两人没有在一起过 会是最好的朋友 或许当朋友才是最适合两人的路 不久后 节目正式开拍 续成舟和陈竹 这对离婚冤家 吵架斗嘴 一刻停不下来 班长和小侵略微拘谨 熟悉节目的星弱 带领大家走流程 一起吃火锅时 续成舟和陈竹 抢一个丸子 不想丸子掉在了星弱身上 这画面让离婚夫妇 想起了似曾相识的一幕 也让辛弱和陆星炎的思绪 回到了彼此都很珍视的那个夜晚 高考结束后 众人给同一天生日的辛弱和陆星炎庆祝 陆星炎递给辛弱一串丸子 却不慎掉在了辛弱身上 辛弱去洗手间清洗 出来时 看见陆星炎正在等他 少年控制不住满腔爱意 赤诚地对喜欢的女孩表白 那一晚成了两人心中难以忘怀的回忆 如今就是重提 甜蜜 遗憾 种种情绪涌上心头 辛弱告诉陈竹 刚刚那一瞬间 他好像情景重现 看到了当年的陆星炎 回过神来才发现 他和陆星炎已经认识11年了 陈竹看出他的心思 询问他有什么打算 辛弱关掉两人的脉 凑到陈竹耳边说了一句话 陈竹听后一脸震惊表情 感到难以置信 节目录制第二天 节目组下发任务 24小时内 在指定约会地点 对前任说一句真心话和一句假话 且不能告诉对方哪句是真哪句是假 恋爱未满 CP在镜头前很拘谨 彼此之间也不敢贸然表明心意 班长很喜欢和小沁独处 可被工作人员盯着 他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懊恼自己表现糟糕 他询问小沁和自己在一起 是不是很无聊 小沁坦言 和他在一起的时候很开心 另一对离婚CP 只要见面就能呛起来 两人吵吵闹闹 让对方猜测真话假话 陈竹率先开始 婚庆报账的时候 他多报了一万块钱买包 许承舟不甘示弱 离婚前每次说加班 其实都躲在车里打游戏 这种级别的护家 对两人来说都是小儿科 以两人对对方的了解 立刻猜出刚才所说都是真的 许承舟健壮开始放大招 离婚之后 他和别的女生单独吃过饭 小沁不淡定了 指责他离婚不到一百天 就去找新欢 许承舟卖关子 让他自己猜这是真话假话 小沁不肯认输 反击他也找了别的男生单独吃饭 这下轮到许承舟着急了 质问他有没有 跟对方进行下一步 两人互相吃醋 说着说着 又像小学生吵架一样 又吃互掐 另一边 陆兴言到达指定约会地点 看到负责跟着兴若的娇娇 自己过来了 他赶紧询问兴若在哪 娇娇告诉他 兴若正在赶来的路上 他先过来给陆兴言做后才 陆兴言信以为真 配合回答问题 然而直到太阳落山 仍然不见兴若的踪影 他再也无法淡定 他怀疑娇娇从中作梗 娇娇辩解自己给兴若发了位置 陆兴言抢过手机查看 发现娇娇发的 根本不是他们所在的位置 他警告娇娇 如果兴若有什么闪失 一定饶不了他 说完快速去寻找兴若 因为娇娇给兴若发了错误的地址 导致兴若在山里迷了路 意识到自己找不到正确的路 兴若在树上做了标记 山里没信号 手机又悲催得没电关机 求助无门的他 只好靠自己摸索 天越来越黑 兴若心头的恐惧被放大 就在这时 他听到陆兴言大声呼喊他的名字 两人看到彼此的那一刻 只想紧紧抱住对方 兴若大步向陆兴言跑去 陆兴言也奔向他 可惜预想中的拥抱并没有实现 陆兴言摔了一跤 不慎扭伤了脚 兴若扶住陆兴言 虽然此刻两人很狼狈 但他却发自内心地笑了出来 得知是娇娇在背后搞鬼 兴若气得回去手撕娇娇 他刚要兴师问罪 和伙人吵他使眼色 拜托他高抬贵手 娇娇毕竟是投资人的女儿 他们不好得罪 兴若明白利害关系 但他也不想吃亏 拿话点娇娇 以后若是再有人作妖 别怪他不留情面 这段插曲过去 两人终于进行到真话假话环节 兴若见陆兴言一直吃辣 追问他什么时候学的这么能吃辣 陆兴言没在隐瞒 为了陪他吃辣 特意练习了一段时间 兴若被这个意料之外的答案震撼 脱口而出 希望两人重新开始 此话一出 两人紧紧盯着彼此 眼中皆是浓得画不开的爱意 关键时刻 游戏结束 那些藏在游戏中的真真假假 只能靠自己辨认 后采环节 几人向观众揭秘真话假话 小庆说的那句和班长在一起 很开心是真话 陈竹揭秘 他的真心话事 徐承舟如果立马再婚 他一定买120个花圈送到婚礼现场 兴若交代 他想和陆兴言重新开始是真话 那一刻他被陆兴言感动 心里话脱口而出 说完后 他又恢复了理智 重新开始对他们两人来说 都不是一个很好的选择 与此同时 节目组问出了所有人最想知道的问题 当初两人为什么分手 陆兴言的思绪回到几年前 他去国外和兴若相聚 却在楼下看到兴若和别的男人亲热 这是他心里永远的痛 但他并未把这件事告诉节目组 第二次录制完毕 兴若和陆兴言之间的关系好似缓和 可无形之中又很疏离 两人都放不下对方 又不知道该不该重新开始 次日与此来找兴若逛街 兴若本不想去 听到要去的地方是家居店 又马上答应 他看出陆兴言脖子不舒服 想给陆兴言买个舒服的枕头 两人的行踪被娇娇听到 娇娇又开始作妖 他以需要补拍素材为由 将陆兴言带到家居店 让三人碰面来个大型修罗场 陆兴言果然吃醋 但兴若没给他发作了机会 表示手里的枕头和香薰都是给他买的 陆兴言为自己的物己道歉 兴若没放在心上 可玉丝正式宣战 他暗恋兴若 这些年以朋友的身份陪在兴若身边 就是想一点点走进兴若心里 陆兴言吃醋 玉丝觊于兴若 他用合作伙伴的身份 要求兴若在节目拍摄期间 与其他男性保持距离 兴若知道他说的是玉丝 他再次重申 自己和玉丝只是普通朋友关系 他也不是陆兴言的所有物 要求陆兴言不要干涉他的交友自由 两人吵了一架 气氛叠至冰点 第二轮游戏开始 节目组给三组嘉宾量身定做了不同的游戏 离婚CP被要求约会过程中 说话不超过十句 这对见面就吵架的两人来说 难上加难 果然见面没几分钟 两人就超出了十句话 节目组要求不能再说话 陈竹执着追问和许承舟吃饭的女人是谁 甚至不惜动手 见两人又有争吵之事 工作人员用胶布封住了两人的嘴 没得到答案又不能说话 陈竹委屈哭泣 许承舟心疼极了 不顾规则摘掉胶布 坦白和她一起吃饭的女人是她妈妈 陈竹这才放心 扑进许承舟怀里紧紧抱住她 恋爱未满CP的任务是 必须说到一百句话 这对两个不善言辞的人来说 颇有难度 班长怕小静不自在 谎称有个朋友咨询法律案件 让小静帮忙 将话题引到小静的舒适区 果然小静在专业领域滔滔不绝 两人轻松完成任务 任务结束 班长邀小静一起看电影 拿爆米花的时候 两人的手指碰在一起 无意间的肢体接触 两人既害羞又心动 辛若和陆星炎的任务是 一起做饭 并各自说出对方的一个缺点 刚吵完架的两人像是 没有感情的机器人 客气 疏离一板一眼 连昨天还客生客死的工作人员 都觉得无趣 就在这时 陆星炎锅里的鱼突然着火 他第一反应是保护辛若 两人不约而同地 关心对方有没有受伤 下意识的反应骗不了人 可恢复理智的两人 再次客气起来 节目组要求两人互指缺点 辛若吐槽陆星炎 喜欢让别人按照他的想法来生活 陆星炎反击 辛若的缺点 使交朋友的眼光不行 如果能远离不良朋友 人生会更好 两人说来说去 又说到了御思身上 辛若不明白 陆星炎为何揪着御思不放 陆星炎脱口而出 当年两人分手 就是因为御思 话题进行到这儿 节目组要求说出分手原因 两人同时回忆起了几年前的往事 当年两人参加了一档综艺节目 陆星炎为了给辛若惊喜 特意在节目上求婚 辛若在镜头前答应下来 可节目录制完成 她将戒指还给陆星炎 表示刚才不好 陆星炎的面子才答应的 事实上 她从小看到父母婚姻不合 对婚姻没有任何期待 甚至还有恐惧 所以她从未想过结婚 说完这些 辛若告诉陆星炎 她即将去德国留学 希望两人都好好想想以后 陆星炎生气辛若 没有早点告诉她留学的事 辛若解释 她也是今天早上才接到录取通知 气头上的两人冷战了几天 但终究敌不过爱意 辛若出发前一天 她主动求和 只要两人还互相喜欢 距离不是问题 她会经常飞过去看辛若 就这样两人开始了异国恋 陆星炎不辞辛苦 一次次飞去德国找辛若 辛若内疚让她来回奔波 却无意间在陆星炎手机上 看到了选取婚礼场地 和买婚房的信息 辛若不想结婚的想法没有改变 她想找机会和陆星炎好好聊聊 谁知还没来得及 就发生了意外 陆星炎第十次来德国找辛若 来到公寓楼下 她看到阳台上一男一女正在热闻 她误以为那是辛若和室友玉丝 气得冲上去不由分说 揍了玉丝一顿 因为动手打人 她被带进警局调查 等她出来 看到辛若一脸憔悴地等着她 其实在阳台上接吻的是玉丝和其他女生 她为误会辛若而道歉 辛若心寒 陆星炎不信任自己 陆星炎解释 两人离得太远 又只是男女朋友的关系 她有不安全感 但她相信等辛若回国了 一切问题都会解决 辛若揭穿陆星炎筹备婚礼一生 陆星炎想结婚 可她不想 这件事无解 陆星炎表明自己的态度 她只是在筹备 没想现在就结 她愿意慢慢抚平原生家庭 带给辛若的伤害 只有一天辛若会改变想法 辛若受不了陆星炎的自以为是 她不想结婚这件事永远都不会改变 两人都知道谁都没错 是彼此的想法不一样 辛若不想再这样耗下去 忍痛提出分手 时至今日 辛若仍旧认为两人对未来的期待不同 这就是导致分手的原因 陆星炎反问 这么多年过去了 辛若为何没有一点改变 辛若无法接受陆星炎永远都想让她改变的想法 她承认再次对陆星炎心动 甚至萌生了重新开始的心思 但现在她又清醒了 两个错误的人没办法谈感情 陆星炎不满辛若用错误二字 概括他们十几年的感情 一气之下摘下耳脉 选择霸露 两人闹得很僵 节目没办法正常录制 工作人员拜托陈竹劝劝两人 陈竹请来了一个厉害人物 陆星炎的妈妈裴仪 裴仪痛骂陆星炎小心眼 一个大男人说生气就生气 又小之以礼动之以情 劝陆星炎主动道歉 可陆星炎由言不尽 赖在床上不啃起来 裴仪又去找辛若 她交给辛若一个盒子 称是陆星炎的宝贝 平时碰都不能碰 辛若回到住处打开盒子 看到里面是大学四年异地恋 每次相聚的火车票 和异国恋那两年的飞机票 陈竹又看到一张酒店便监 上面是辛若写的话 时间是辛若18岁生日那天 两个好友取笑辛若和陆星炎太超前 18岁就去酒店开房 辛若让他们把脑子里的黄色废料倒掉 不是他们想的那样 18岁生日当天 陆星炎和辛若正式确定恋爱关系 陆星炎带辛若去网吧打游戏 去酒吧蹦迪 体验成人世界的新奇 从酒吧出来 两人交付了彼此的初吻 恨不得像连体鹰一样 24小时黏在一起 辛若不想回家 陆星炎收了暗示 带她来酒店开房 来到房间 两人羞的不敢看彼此的眼睛 辛若先打破僵局 好奇研究桌上的成人用品 陆星炎有些想路非非 就在这时辛若从包里拿出卫生用品 告诉她想也没用 等辛若从洗手间出来 陆星炎已经睡着 她想记录如此难忘的18岁 于是从便肩上写下 感谢陆星炎陪她度过18岁的第一天 也是她成为陆星炎女朋友的第一天 写好后 她将便肩塞进陆星炎的裤兜 只是她没想到陆星炎保存了这么多年 孝庆开导辛若 陆星炎完整保留着和她有关的一切 说明从未放下过她 两人一起走过这么多年 不管是什么关系 对对方来说都是很重要的人 建议辛若和陆星炎好好聊一聊 辛若觉得小气说得很对 次任她主动找到陆星炎 提出开诚不公谈一谈 陆星炎道歉不该在节目里发脾气 但所有和辛若有关的事 她总是控制不住自己的脾气 辛若理解这种感受 两人一起度过的时光 是她最珍贵的东西 陆星炎已经成了她生命里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了 虽然两人的爱情不能圆满 但她还是想用其他的方式出现在陆星炎面前 陆星炎也表态 无论如何都不想和她形同陌路 最后两人选择各退一步 将彼此的关系定义为合作伙伴 打开心结的两人相处愉快 然而心机女娇娇再次搞事 她向导演建议增加一个踢馆嘉宾 兴入了朋友玉丝就是现成的人员 到时候以竹马和天将为噱头吸引观众 导演觉得方案可行 让娇娇立刻实施具体计划 六人收到节目组消息 将会加入一男一女两位踢馆嘉宾 众人纷纷猜测到底是哪路神仙 可谁都没想到男嘉宾是玉丝 女嘉宾是他们的老同学小静 踢馆嘉宾有权选择其中一人进行约会 玉丝顺理成章选了辛弱 陆星炎吃醋离开 却被娇娇拦住 按照规则 他需要观看自己的搭档和踢馆嘉宾的约会情况 陆星炎心里不爽 好在辛弱一直奉劝玉丝不要搞事情 他不需要狗血戏码 另一边小静选择的约会对象是班长 但他高情商地邀请小沁出去玩 让班长作陪 三人来到书店 小静拿起一本五年高考三年模拟 回忆当年作为班长的班长送了每人一本 小静难掩失落 他以为班长只送了他 不想视他自作多情 班长有苦难言 当年他只想送给小沁 因为不好意思才给全班每个人都买了一本 约会结束 节目组又策划了游戏 每人抽一张牌 抽到红星的两人组队玩指定游戏 第一组抽到红星的是小沁和班长 两人被要求同吃一根饼干 羞涩的两人闭上眼睛沉浸在游戏中 眼看距离越来越近 众人吃瓜起哄 然而小静却出言提示距离差不多了 第二组抽到红星的是离婚CP 双方需要抱在一起在地上滚30秒 身体贴近的那一刻 两人都从对方眼中看到了生起的情愫 第三组抽到的是星若和玉丝 两人的任务是深情凝视30秒 星若很抗拒和玉丝近距离接触 但又不能违反游戏规则 只能硬着头皮上 比他更介意的是陆星妍 眼看玉丝越靠越近 陆星妍无意识捏爆了手里的啤酒 打断了游戏 晚上陆星妍一个人喝闷酒 星若出来找他 陆星妍道歉又一次没忍住脾气 星若却感谢他替自己解围 因为那个游戏让他很尴尬 星若再次解释他和玉丝只是朋友 当年他在德国举目无亲 玉丝帮了他很多 陆星妍也坦诚 他之所以介意玉丝 更多的是恨自己无能为力 没能像玉丝那样陪在他身边 剖析心里话 陆星妍忍不住落泪 当年分手后 他想去找星若求和 也许是因为进过警局的关系 他的签证一直下不来 星若也哭着说 分手后他很后悔 他给陆星妍打过两个电话 都被挂断 他以为陆星妍不想原谅他 陆星妍懵了 他回忆当时的情形 因为伤心 他喝得趴在马桶上 涂得天昏地暗 察觉手机响起 他拿出来查看 只记得看到星若的名字 却不记得后面的情形 次日醒来 他发现自己在酒店 他翻遍了通话记录 却没找到星若的来电 因此他以为 又是做了一场关于星若的梦 两人哭着看向彼此 没想到这么多年 竟然兜兜转转 错过了这么久 陆星妍询问 如果当年他接到电话 又会是怎样的情形 星若缓缓靠近 两人忘情亲吻在一起 早上 两人相拥着醒来 陆星妍还想再缠绵一会儿 星若却看到 外面的摄像头正对着他们 而他们昨晚忘了拉窗帘 星若和陆星妍想出各种办法 只看要选视频素材的编导 将昨晚的亲密视频删除 昨晚过于美好 陆星妍黏着星若要名分 希望重新界定一下他们的关系 星若需要时间好好想想 等想好了再告诉他 今日的游戏继续进行 这一期主打CP大乱顿 陆星妍和小静约会 陈竹和玉丝约会 剩下几人轮空 娇娇为了制造修罗场 给制片人献祭 必须让星若加入才能引起讨论度和热度 制片人不敢得罪娇娇 只好恳求星若加入约会 节目组要求三人 画出对方在自己心目中的样子 陆星妍画小静 星若画陆星妍 小静画星若 小静解读自己的话 他心中的星若闪闪发光 招人喜欢 不管是陆星妍还是玉丝 都被星若吸引 星若画的是陆星妍 在树林里找到踏实的样子 那一刻的陆星妍对他来说就是英雄 陆星妍的心思都在星若身上 潦草画了小静 小静起身知道他该怎么画 星若看到两人靠得很近 忍不住吃醋 唯心称赞他们二人很般配 游戏结束 星若约陆星妍晚上见面好好聊一聊 与此同时 陈竹和玉丝也在约会 失措的许成舟 偷摸观察两人的一举一动 玉丝提前做了功课 准备了一束陈竹喜欢的香槟玫瑰 陈竹感叹 要是许成舟这么贴心就好了 明知道他喜欢香槟玫瑰 却每次都送他普通玫瑰 活动之前 玉丝主动给陈竹拍照 配合陈竹的角度 拍出完美的照片 陈竹吐槽 许成舟每次给他拍照 都是闭着眼睛一顿乱暗 他很难忍受那种敷衍的态度 画匣子打开 陈竹倾诉了他和许成舟之间的问题 从前他的确喜欢许成舟活泼开朗 冒着傻气的性格 可不同的年龄段想要的东西不一样 现在他们都长大了 他希望许成舟能温柔一些 多理解他一点 可惜许成舟从来没有要改变的意思 也许两人真的不合适 躲在一旁的许成舟 听到这些话伤心理去 玉丝开导陈竹 他之所以对许成舟有那么多的抱怨 是因为对许成舟抱有期待 想长久走下去 建议他找机会当面把心里话说清楚 陈竹当晚就来找许成舟 然而许成舟误以为他要彻底和自己划清界限 为了维持自尊 他先发制人 指责陈竹坐天坐地 他早就说不了了 等离婚冷静期一过 就去民政局领立婚证 陈竹信以为真 说回想说的话难过离开 另一边陆兴颜发信息 让兴若来房间 等兴若走进去 看到房间里布置的像求婚现场 知道陆兴颜一直在期待他的答案 兴若有些内疚 但他还是实话实说 现在的他没办法走进婚姻 可他也舍不得陆兴颜 请求陆兴颜和他一起留在原地 兴若以为又会让陆兴颜伤心 不想陆兴颜深情表白 什么感情关系 什么情感阶段 这些都没有兴若重要 只要兴若开心 就是二人最好的阶段 听了陆兴颜的告白 两人深情拥吻 在清醒中沉沦 晚上喝得烂醉的许成舟 晃晃悠悠按响了门铃 惊扰了正在缠绵的小情侣 许成舟不管不顾闯进房间 兴若吓得躲进了衣帽间 好事被打断 陆兴颜心里窝火 却还得听好兄弟抱怨 陪好兄弟喝酒 趁许成舟去洗手间的功夫 陆兴颜掩护兴若逃走 可兴若四处找不到背心和衬衫 就在这时 许成舟拎着一件背心 从洗手间出来 看到兴若在这里 再看看手里的女士背心 许成舟立马酒醒 指责两人偷偷摸摸在一起 陆兴颜为了让她保密 不惜花巨资购买游戏皮肤送给她 转眼间到了新一周的录制 所有嘉宾需要重新选择自己想要配对的人选 一旦踢管嘉宾 踢管成功 将产生新的配对情侣 洛丹嘉宾将会离开 许成舟认为洛丹的肯定是她 因为陈竹约她三天后去民政局领政 这次约会肯定不会选她 为了不那么难堪 她选择主动离开 然而就在和陆兴颜告别时 她突然收到节目组的信息 踢管嘉宾小静选择的约会对象是她 约会地点在陈竹的咖啡厅 许成舟觉得荒谬 陆兴颜却认为这是老天给她的机会 她正好趁机追回陈竹 许成舟拿了一支香槟玫瑰来到咖啡厅 小静猜出她和陈竹闹了矛盾 直言把她约到这儿 就是希望她和陈竹解开误会 许成舟感谢对方为自己着想 她今天来就是想借花盗窃 小静拿过玫瑰花欣赏了一下 竹在想还回去的时候 陈竹忽然感到 她误会玫瑰花是许成舟送给小静的 生气离开 许成舟追出去解释花是送给她的 请求她给自己一次机会 陈竹仍旧不能释怀 坚持后天去领离婚症 里面的小静看到两人不欢而散 露出意味不明的微笑 从参加节目的第一天 她就说过 四个男人里有一个是她喜欢的 可她对每个人都似是而非 让人捉摸不透 下期节目是去几人 曾经的高中拍摄照片 规定每个人都要穿校服 陈竹翻找校服时 看到了高中时期的手帐 上面记录着每天的心情 还有许成舟给她过生日对她说的话 那时许成舟翻墙去给她买冰淇淋蛋糕 发誓以后每年的生日 只要自己有一口气在 都让她吃上冰淇淋蛋糕 心若劝解陈竹感情就像信用卡 之前每一次吵架都是许成舟给她道歉 长辞以往 再多的额度也会被透支 如果她能主动道歉一次 说不定会有不一样的结果 次日陈竹将许成舟交到当年翻墙的地方 向许成舟检讨她的任性 请求许成舟原谅她一次 许成舟受宠若惊 一把将她抱进怀里 检讨自己也有错 和好的两人控制不住爱意 深情拥吻 陆星妍趁拍摄宣传片的时机假公祭司 想和心若拍亲密合照 心若提醒她 现在两人穿着校服 不宜拍摄大尺度动作 谁知腹黑的陆星妍有备而来 提前准备好了其他服装 心若满足她的愿望 拍了一组亲密又甜蜜的照片 另一边 恋爱未满CP在镜头前仍旧疏离又客气 工作人员见状让两人自由活动 他们抓拍一些美好的镜头 两人坐在操场上 回忆起了上学时的趣事 画匣子打开 二人聊得很愉快 摄像成功抓拍了一些 看起来很温馨的照片 两位踢馆嘉宾分到一组 拍摄完毕 高情商的小静请全体工作人员喝奶茶 娇娇觉得小静很会来世 感叹要是所有嘉宾都像小静一样就好了 不要像心若一样 使多又矫情 小静微微一笑夸赞娇娇工作能力强 有时间请她吃饭 与思剑两人打得火热 询问小静来这个节目的目的 还有她喜欢的到底是谁 小静故弄玄虚 还是不肯透露她为谁而来 宣传照拍摄得很顺利 可收工时工作人员黄斌突然晕倒 将人送进医院 医生诊断为因劳累引发的心肌炎 心若很疑惑 节目的拍摄强度并不大 不可能劳累过度 不过是已至此 再加上黄斌家庭条件不是很好 他们愿意按照合同约定的赔偿 另外心若个人愿意再出一份补偿金 本以为事情到此为止 然而自认心若收到消息 黄斌要起诉他们 合伙人也一头雾水 本来昨天已经谈好了 谁知今天早上黄斌忽然反悔 表示需要静养一年 要求他们赔偿12个月的工资 一共12万 心若分析这不是钱的问题 一旦打官司 不管是输还是赢 都会影响节目的口碑 说严重点 节目可能根本不能上线 合伙人告知 现在最重要的问题是 与黄斌交好的几个工人 都请假 不想出工 控诉他们压榨黄斌 不想赔付 非要等一个结果 心若认为 有人想把事情闹大 他们需要请律师 陆星妍推荐小静 小静本来就是度假村的律师 况且录了几期节目 对这里的人和事也熟 心若将情况告诉了小静 小静第一时间约见黄斌的妻子 了解对方的诉求 然而 心若万万没料到 和黄斌妻子一起来的律师 竟然是小静 陈竹担心 心若和小静会因为站在对立面闹掰 刻意准备了酒局 让两人开诚不公地谈一谈 小静说出 接这个案子的原委 是委托人点名 让他代理的 他向上司申请辟邪 却被驳回 上司提醒他 最近刚转正 没有挑案子的资格 他想来想去 对方找他这个没经验的小律师 只有一个解释 想离间他和心若的关系 心若猜测 对方这么做的目的 不只想要钱 似乎针对的是他们的节目 但黄斌夫妻显然只想要钱 所以肯定有人在背后搞鬼 虽然还不清楚敌人是谁 但心若安慰陈竹 他和小静只是处理同一件事的角度不同 他们持续做好本职工作就好 绝不会影响彼此的关系 陈竹看着依然相亲相爱的两人 这才放下心来 陆心妍在黄斌房间门口的垃圾箱里 找到了一个快递盒子 据说快递单上的诊所 给黄斌寄药已经持续较长时间 他推测黄斌之前就患有心肌炎 并隐瞒病情 靠吃药来控制 但一切只是推测 他们没办法确定诊所给他寄的什么药 心若查看监控 发现黄斌工作时随身携带保温杯 陆心妍也从黄斌室友那里打听到 黄斌从禁组到现在 一直都有喝中药的习惯 中药就装在保温杯里 工作的时候也会喝 为了查到黄斌到底在吃什么药 陆心妍提议去长青村 找到给黄斌寄药的诊所 拿到医生当时给黄斌开的病例 最好是让大夫给他们当人证 心若同意两人马上出发 可他们前脚刚走 焦焦就走出来 脸上露出恶毒的微笑 经过四个小时的车程 两人顺利抵达长青村 他们在村口温路的时候 村民对他们很警觉 告知诊所已经搬走多年 两人看出村民在说谎 借着买东西的名义 向小卖部老板打探诊所的下落 老板表示诊所位置偏远 等自己忙完带他们过去 谁料老板趁他们不注意 打了一通电话 很快一个自称黄斌大哥的男人 带着村民将两人包围 对方人多势众 骂骂咧咧 威胁他们滚出去 陆星妍为了保护心若 差点和对方动手 但他控制住了暴脾气 向对方妥协马上走 心若夸赞陆星妍有进步 没让冲动占据上风 陆星妍趁势表白 心若不喜欢的他都会改 心若转移话题 他不甘心就这么离开 正说着一个球不小心 踢到陆星妍身上 两个小朋友跑过来道歉 心若谎称陆星妍被砸伤 让小朋友带他们去诊所找大夫 小朋友信以为真 带他们来到了诊所 他们成功找到了 给黄斌开药的王大夫 但王大夫手口如瓶 一个字都不肯透露 这时黄斌大哥又带人找上门 直接动手强行赶两人走 双方争执间 王大夫的妻子突然冲出来 户在陆星妍身前 原来王大娘患有阿尔茨海默症 将冲突之中的陆星妍当成了老伴 死活挡在陆星妍身前 不让他受欺负 村民提醒黄斌大哥 这种情况再撕扯 会刺激到王大娘 若王大娘病情加重 他们承担不起责任 王大夫也向黄斌大哥保证 他什么都不会说 黄斌大哥这才不情愿地带人离开 王大娘将陆星妍拉进房间 翻箱倒柜找新衣服 要和爱人成婚 星若陪着王大娘找衣服 任他沉浸在自己的思绪里 始终暖心安慰 好不容易把王大娘哄睡 星若问出了心中疑问 王大娘对结婚这么执着 是不是有什么未了的心愿 王大夫给他们讲述了 自己和老伴的故事 当年他和老伴情投意合 他出发去前线之前 老伴承诺不管别人怎么说 都一定等他回来 他这一走就是好几年 因为各地辗转和村里失去了联系 村里人都认为他死了 老伴的家人逼着他嫁人 等他回到村里 老伴已经嫁作他人妇 两人碰见也只能痛恨命运不公 为了避嫌 王大夫去隔壁村学习中医 开了诊所 很多年两人互相躲着对方不能见面 直到四年前 老伴被确认阿尔茨海默症 他没有儿女 丈夫也很早就去世了 王大夫便把人接过来照顾 就这样兜兜转转 两人终于走到一起 这么多年 老伴一直希望跟他办一场婚礼 所以才总是念叨着结婚的事 心若听完故事眼中含泪 之前他总觉得人不能只关注感情 过度沉迷于感情到最后可能会一无所有 但见证了王大夫和王大娘的感情之后 他觉得和爱人长相厮守 也是一件很幸福的事 心若二人与王大夫告别 临走前心若说出事情的原委 黄冰工作认真努力 他们愿意给一定的补偿 但他们必须要把事情弄清楚 王大夫表示 黄冰妻子打来电话称黄冰被剧组压榨 所以他才帮忙隐瞒 现在知道了真相 他如实告知 黄冰确实早就有心肌炎 一直在他这拿药 说完将黄冰的药单给了他们 有了证据 心若与合伙人一起去了黄冰家 证据确凿 黄冰之号承认 他进组之前就有心肌炎 为了养活一家老小 这才隐瞒病情 心若想知道 明明之前已经协商好了赔偿 为何一夜之间反悔 是不是有人在背后搞鬼 事已至此 黄冰只能说出真相 是娇娇穿夺他们 索要12个月的赔偿金 还把小亲的名片给了他们 让他们拿不到赔偿 就请律师打官司 事情真相大白 心若不愿牵连黄冰夫妻 出于人道主义 他愿意给黄冰3万元赔偿费 并让黄冰妻子去剧组当保洁 黄冰夫妻感激涕零 发誓要好好工作回报心若 心若与合伙人回去后 立刻开除了娇娇 娇娇还想拿投资方老爸来压人 可惜合伙人已经提前跟投资方通过气 对方也不能容忍女儿吃里爬外 心若认为以娇娇的智商 想不出这么缜密的计划 逼问把他当枪食的人是谁 可娇娇一口咬定就是他自己的主意 娇娇被开除 剧组重新迎来平静 在拍摄下一期节目之前 心若决定增加一个特别节目 给王大夫和王大娘办一场婚礼 剧组全程拍摄 结束后把视频制作成光盘 王大娘随时可以拿出来观看 婚礼当天八位嘉宾当作伴郎伴娘出席 几人都被这场持来的婚礼感动 从这段感人的爱情故事里 体会到了很多东西 婚礼结束 陆兴颜假公祭司 以参观酒店的名义带着心若去开房 对于两人的关系 心若不再坚持原地踏步 生陆兴颜为预备一男友 陆兴颜喜出望外 两人度过了一个甜蜜又缠绵的夜晚 这次的案子 小沁作为黄冰夫妇的律师 虽然没有胜出 但也发现了强有力的证据 他去医院找黄冰夫妇谈判时 闻到一股中药味 确定味道是从保温杯里传出来的 他询问是什么药 没想到黄冰夫妻神情紧张 告知是补药 小沁回去后与班长谈论此事 他总觉得黄冰夫妻在撒谎 思索过后他想出了一个好办法 小沁和班长蹲守在黄冰家楼下 见黄冰妻子将药渣扔进垃圾桶 两人趁其不备 把药渣拿走进行化验 小沁向上司道歉 接手的第一个案子已和解结束 没能为律所带来收益 上司却对他赞赏有加 当律师并不是时时刻刻 以赚钱为前提 他能发现关键物证 说明观察入微 鼓励他继续努力 小沁很高兴得到表扬 他想和班长分享好消息 可是发信息约班长见面 对方确说有事 谁知小沁刚看完信息 就见到班长与小沁走在一起 小沁把看见班长与小沁在一起的事 告诉了辛若和陈竹 他想不明白 既然两人私下关系很好 为何班长还找他上节目 陈竹怒斥班长是渣男 当即就要去找班长算账 辛若觉得这样贸然心事问最不好 先让陆星岩和许承舟去打探消息 陆许二人次日就把跑步的班长拦住 追问他和小沁见面做了什么 可班长却说这是秘密 不能告诉他们 辛若三人得知消息 更加确定两人有猫腻 小沁不愿再猜来猜去 决定主动去解决这件事 他把小沁约出来 询问两人的关系 小沁表示 从高中到现在 这十年来他和班长每周都会见面 至于为何 小沁并未说明 转天节目迎来 踢馆嘉宾收官之战 如果踢馆嘉宾和常驻嘉宾互选成功 将会组成新的CP 落选嘉宾将会退出节目 与思先进行选择 通过这段时间的接触 他已经看清 三对常驻嘉宾互相有情 并非能轻易拆散的 他也不愿做讨人闲的恶人 因此他选择弃权退出 轮到小沁选择 他明确坚定地选择了班长 能否组成新的CP 现在只看班长的选择 班长站起来刚要说话 小沁先一步要求 退出节目录制 说完决定 小沁跑了出去 班长马上追出去 挽留小沁不要退出 小沁承认对班长心动 但他伤心 班长已满每周 都跟小沁见面的事实 认为遭到了愚弄 班长刚要解释 和小沁见面的原因 小沁就主动走过来 乘他来解释 见两人站在同一战线 小沁难过地跑了出去 班长把小沁约到海边 质问他为何要对小沁说 两人每周见面的事 至此 他们之间的秘密也正式揭开 小沁父亲重男轻女 小沁妈妈九死一生生下他 之后再也不能怀孕 父亲求子不成 狠心抛弃了母女俩 妈妈把对丈夫的不满 和对生活的怨气 全都发泄在小沁身上 不仅动辄对他打骂 只要成绩下滑就兴师问罪 怒骂他不争气 永远比不过第一名的辛弱 小沁每天生活在水深火热中 再次和妈妈争吵后 他怒吼根本不想活在这个世界上 说完跑了出去 路过了班长 目睹了母女俩的争吵 担心小沁做傻事 他赶紧跟了上去 小沁倾诉 他在班级里装作受尽宠爱的小公主 其实真实的他极其不堪 为了让他重拾活下去的勇气 班长答应替他保守秘密 谁都不会告诉 两人上了同一所大学 一次见面 班长发现小沁因为原生家庭的原因 心里有问题 他劝小沁去看心理医生 小沁称自己不敢 请求班长陪他去 班长答应下来 谁料这一陪就是好多年 回忆结束 班长想知道 平时都是早上去看医生 为何那天时间挪到了晚上 还恰巧被小沁看到 小沁声称是医生改了时间 班长不再纠结这件事 但他想知道小沁上节目的目的 小沁坦诚就是为了他 这十年两人互相陪伴 早已形成了别人无法理解的感情 他喜欢班长 相信班长也喜欢他 只是班长不想承认而已 班长直白表示 他喜欢的是小沁 对小沁并无男女之情 说完不再理会小沁的反应 静止离去 欣若那边 他担心小沁的情绪 上门安慰好友 小沁给他发信息表示 想一个人静一静 欣若尊重小沁的想法 转头去和陆欣妍吃饭 可他发现陆欣妍心不在焉 明显有心事 盘问过后 陆欣妍说出实情 度假村接到一个举办 遗体告别仪式的项目 死者是欣若爸爸 爸爸突然离世 欣若心绪难平 这些年虽然对爸爸充满恨意 但当听到爸爸去世的消息 他还是忍不住伤心难过 陆欣妍寸步不离 守在他身边 想知道他们家到底发生了何事 才会让他如此痛恨爸爸 欣若倾诉 爸爸是画家 妈妈是钢琴家 但结婚之后 妈妈再也没有弹过钢琴 整天操持家务 照顾他们父女俩 刚开始的几年 一家三口也曾过得很幸福 可长此以往 妈妈变得暴躁爱劳道 爸爸嫌弃妻子 再无钢琴家的气质 变成了整天围着柴米油盐 转的家庭主妇 两人开始无休止地争吵 妈妈去世时 她觉得天都塌了 但她在爸爸眼里 看到的却是解脱 更让她接受不了的事 在妈妈的葬礼上 她亲眼看到 爸爸和她的班主任方老师 走到了一起 因此上大学时 她才来投奔陆星炎一家 从那以后 不管爸爸给她发多少条信息 她都没有回复 如今爸爸离世 放下或者憎恨都没有了对象 陆星炎告诉她 还有一个机会 她爸爸临走之前特意交代 希望她能作为告别仪式的致辞人 她可以趁这个机会 把心里想说的话都说出来 心若想给自己一个和解的机会 愿意完成爸爸最后的心愿 告别仪式当天 心若准备好了致辞 上台之前 陆星炎犹豫着问她 如果她的父亲还活着 她是否愿意迈出沟通这一步 心若认为她现在迈出这一步也不算晚 陆星炎还想再说什么 主持人已经叫心若上台致辞 心若讲述了这些年和爸爸关系不睦 但现在她想放下所有 只希望爸爸能获得永恒的平静 话音刚落 一个男人突然拍手走出来 让所有人始料未及的事 来人竟然是葬礼告别仪式的主人公 心若罢 心若也被意外惊呆了 爸爸却站在她旁边 感谢她刚才说的那些话 自己将亲朋好友交到一起 举办这个仪式 就是想看看大家得知 她去世是什么反应 看到心若能原谅她 所有的一切都值了 最后她还感谢陆星炎 和她一起操持整个仪式 心若反应过来之后愤怒离场 陆星炎追上去解释 她刚才没来得及告知心若真相 心若无法接受这个解释 再次暴走 这次爸爸追上来 询问她想不想对自己说点什么 心若气得摔了话筒 想说的在台上已经说完 现在她无话可说 爸爸道歉 这么做只是想得到一个和她沟通的机会 就在这时一个女人捡起地上的话筒 嘲讽心若爸习惯性撒谎 心若回头发现来人是爸爸的第二任妻子方老师 爸爸制止方老师再说下去 扬言已经不爱她了 两人好聚好散 可方老师控诉 她生病几年自己跑前跑后 甚至连工作都丢了 心若爸声称出国看病 然而半年时间不到就有了新欢 说完这些方老师指着心若爸身边的女子 执政此人就是新欢 新欢叫嚣方老师和心若爸已经分手 她和心若爸才是真爱 方老师不甘心 上前教训新欢 两人撕打在一起 场面顿时混乱 心若实在看不下去 迅速逃离 可刚走几步 一只话筒砸过来 直接将她砸晕了过去 心若醒来 发现自己在医院 陆星爷正守在床边 陆星爷连忙道歉 不该隐瞒事情真相 今天早上她去检查流程 心若爸突然出现 她也被吓了一跳 她本来不同意瞒着心若 但心若爸苦苦哀求 称可能活不了多长时间了 最大的愿望就是得到心若的原谅 她认为心若也有缓和关系的想法 觉得这是个好机会 这才同意帮助心若爸 心若听完来龙去脉 愤怒质问陆星爷 凭什么替她做决定 除非父亲死了 她才能放下恨意 因为她的母亲不是病死 而是被父亲害死的 当年心若在房间里 听到父母再一次爆发争吵 父亲要离婚 母亲苦苦哀求不想离婚 她要给心若一个完整的家 可父亲认为两人在一起 就是互相折磨 坚持离婚后摔门而去 母亲悲痛欲绝 这才离开人世 心若亲眼看到母亲的死状 那画面成了她心中永远的痛 而这一切都是父亲造成的 她没办法不恨父亲 陆星爷没想到 心若竟承担着这么深刻的痛苦 她自责自己的行为 给心若带来了更大的伤害 知道心若不想见她 她只能在医院楼下 默默守护心若 为了让心若好过一点 她给御司发信息 请求御司安慰心若 御司不满陆星颜 再次让心若受到伤害 她表白早就喜欢上了心若 见心若始终放不下陆星颜 才以朋友的身份陪在心若身边 现在她想争取一次 希望心若和自己一起离开这里 开始新生活 心若明确表示 自己只把她当朋友 如果这辈子 她只能和一个人发生感情 那个人只能是陆星颜 御司见心若态度坚决 很是遗憾 不过她告诉心若 她之前把喜欢心若的心思 告知了陆星颜 心若没想到陆星颜 早就知道御司喜欢她 可她却在陆星颜吃醋的时候 指责陆星颜无中生有 她觉得很对不起陆星颜 出院后 心若主动要求和陆星颜聊一聊 然而陆星颜却突然接到 心若爸心慌的电话 对方告知她 心若爸不行了 希望心若来见最后一面 两人赶到医院 心欢坦言 早在年初 心若爸就被查出了肺癌晚期 她唯一的心愿 就是临死前得到心若的谅解 所以才提前举办了告别仪式 可惜最后还是搞砸了 心若走进病房 看着气弱油死的爸爸 她想起小时候短暂的幸福 她握住爸爸的手 但愿爸爸能感知到 父女俩最后的温情 爸爸很满足 在她的陪伴中彻底闭上了眼睛 心若向陆星颜倾诉 父母都已离世 现在她只有陆星颜了 陆星颜把她拥进怀中 承诺会永远陪着她 心若道歉 因为欲私让陆星颜承受了很多伤害 陆星颜也反思 她不该站在自己的角度看待问题 爱一个人的方式 不该是自我感动 而是应该站在对方的视角 去感受整个世界 以后她会以心若的角度看待问题 转天 节目迎来新一轮约会 因为小庆和玉丝的退出 班长的配对CP是小庆 但在录制之前 班长找到心若 希望心若帮她约出小庆 她有话对小庆说 心若指责班长犹豫不决 一边喜欢小庆 一边和小庆牵扯不清 班长道歉都是她的错 请求心若再帮她一次 心若以补露素材为由 将小庆约来度假村 小庆看到 来找她的是班长 下意识想逃 班长拦住小庆 关掉两人的耳脉 把这些年与小庆 见面的真相告诉了小庆 在此之前 她明确拒绝了小庆的喜欢 为了解除和小庆之间的误会 她也通知小庆 会把真相告诉小庆 解释完误会 班长鼓起勇气 向小庆表白 从高中起 她就喜欢小庆 总是默默关注小庆的一切 要怪就怪她 思前想后 犹豫不决的性格 导致错过了小庆 她很感谢这档节目 让她有重新接触小庆的机会 这一次她不想再错过 小庆深情倾诉 班长也是她心里的白月光 她也一直喜欢着班长 和她离过一次婚 自觉配不上班长 班长不在意过去 只在乎两人的现在和未来 请求小庆给她一次机会 小庆终于放下心结 愿意成为她的女朋友 两人拥抱接吻 甜蜜又幸福 陆星妍带辛若 去看她父亲 托朋友举办的画展 里面的每一幅画都是辛若 从三岁到十六岁 从未缺席 十七岁辛若离开家 爸爸的画开始留白 像是等待辛若自己画上去 辛若一幅一幅地观看 她很庆幸 在父亲去世之前 两人解开了辛结 没有让遗憾成为一生的伤痛 她也很感谢陆辛若 为她做了一切 让她放下怨恨 得到真正的平静 陆辛若将她抱进怀里 许诺一生一世都会陪着她 没过多久 第一期节目全网首播 节目组邀请八位嘉宾 观看自己在屏幕上的表现 笑静姗姗来迟 她把车钥匙还给班长 表示昨天见完客户太累了 把车停在外面 自己打车回去了 除了玉丝和小静 其他三对情侣的关系 都处于甜蜜期 辛若感谢小静 能配合节目宣传 小静却意味不明地说 节目没有到最后 谁也不知道结果是什么 观看过程中 许承舟吐槽 前两期陆辛颜 吃醋玉丝的到来 做出各种不理智的事情 众人听得有趣 几乎让许承舟多说点 陆辛颜见大家高兴 为了增添气氛 提出出去买蛋糕 他的车送去保养了 正好班长的车在门口 要开班长的车去 小静见班长 把车钥匙给了陆辛颜 脸上闪过紧张神色 但他什么都没说 留下的众人 吵吵闹闹看节目 而开车的陆辛颜 发现刹车失灵 迎面驶来一辆车 想要躲闪 已经来不及了 陆辛颜发生车祸 被送进手术室 心若伤心欲绝 没想到只分开一会儿的功夫 差点阴阳相隔 手术很成功 但医生告知 颅内出血情况 没有达到修复指标 陆辛颜处于昏迷状态 需要密切监视 如果情况不好 需要进行开轮手术 心若不眠不休地 陪着陆辛颜 想起两人一起经历的过往 他哭着祈求陆辛颜 赶快醒来 再也不要离开他 欲丝不忍心若 两天两夜不吃不喝 让他回去洗个澡 自己代替他守在这里 心若这才同意 回去收拾一下 欲丝威胁陆辛颜 快点醒来 否则自己将带辛若去德国 再也不给他机会 辛若很快回到病房 不守在陆辛颜身边 他不放心 欲丝只好劝他照顾好自己 欲丝离开时 迎面碰到了前来探兵的小静 他一直以为小静喜欢的是陆辛颜 于是初言警告小静 不可以夹在辛若和陆辛颜之间 如果敢做出伤害辛若的事 他绝对不会善罢甘休 小静闻言气得一把摔了果栏 另一边的班长觉得 车祸发生得很奇怪 小静刚用完车 陆辛颜就出了意外 他总觉得哪里不对劲 小静问他为何把车借给小静 班长回忆 他向小静摊牌那天 小静让他最后再帮一个忙 借他的车帮对所接一个客户 他有些怀疑小静做了手脚 可现在车头损毁严重 根本查不出来什么 转天 辛若从病床前醒来 惊喜地发现陆辛颜睁开了眼睛 他喜极而泣 赶紧叫医生过来检查 陆辛颜费力安慰他不要哭 自己不会这么扔下他走掉 留他一个人孤独在世 经过几天的休养 陆辛颜顺利出院 因为右手还没完全恢复 辛若亲力亲为照顾他的饮食起居 帮他搓背 刮胡子 辛若很珍惜每一分每一秒的相处时光 在医院的那些天 他忽然发现 两人错过了很多平常生活的小确幸 他要一点一点弥补回来 辛若找到幸福的同时 陈珠发誓要变成嫌弃良母 他起早给许承舟做早饭 承诺不管许承舟说什么都不生气 许承舟为了试探故意把水杯推到地上 陈珠好脾气地打扫玻璃碎片 许承舟又要求牛奶太热了换凉的 凉的来了又要温牛奶 几次下来 陈珠忍无可忍再次爆发 发完脾气 陈珠痛哭 痛恨自己说好了 却做不到 许承舟赶紧抱住他安慰 他不需要陈珠做任何改变 他喜欢的就是原本的陈珠 不管别人怎么说 只要他们过得开心就好 众人的生活越过越好 看不得别人幸福的小静又开始作妖 这次他来见了小静的前夫 节目播放到第三期 热度和讨论度喜提全往第一 节目组为了抓住热度 决定补拍一期直播 但要求几人第三期正是踢馆嘉宾来的那期 那时彼此之间的关系处于尴尬期 所以在镜头前的表现 一定要符合当时的情形 不要提前剧透各位CP的情感走向 八人化身影帝 表演了关系不睦 吵架斗嘴的各种场面 直播尾声 心若发言 感谢观众的喜爱 然而就在这时 前夫突然冲过来 狠狠扇了小静一巴掌 班长为了保护小静 和前夫动起手来 心若立刻命令关闭所有拍摄设备 并让别人把撕扯中的两人拉开 紧急遏制事态发展 现场乱成一锅粥 可没人注意到角落的小静 却露出满意的微笑 小静为了对付小静和心若 特意找到前夫 指出前夫被人写举报材料 导致被单位开除了事实 他暗示前夫是心若举报的 而且小静坚持要离婚 是为了上节目和别人组CP 可连他蒙在鼓里什么都不知道 前夫听信了小静的谎言 为了泄愤 这才大闹节目组 节目组和平台沟通 删掉了前夫闯进来 以及班长动手打人的画面 可很快 网上就爆出了原视频 导致不明真相的网友 全都在讨伐小静和班长违背伦理道德 心若发现原视频的拍摄角度 并非工作人员的位置 而是前夫的角度 也就是说前夫带着拍摄设备有备而来 而且他能避开安保 从另一个门闯进直播现场 说明对场地很熟悉 心若怀疑有内鬼 在和前夫理应外合 为了找出内鬼 他决定演绎出戏 心若和合伙人将所有工作人员召集到一起 宣布节目停播整顿 具体恢复时间待定 就在这时陆心妍突然闯进来 表示已经见到了发布原视频的博主 对方承认受人指使 指使人就在工作人员里面 他已经拿到了两人的聊天记录 现在就要揪出内鬼 心若阻止陆心妍的行为 声称他相信自己团队的每一个人 陆心妍站在投资商的角度 斥责节目组损害他的利益 和心若大吵一架后 扬言会找律师向他们索赔 两人刚吵完 小静就接到电话 对方告诉他 陆心妍和心若彻底决裂 小静喜出望外 很快陆心妍找到他 命他起草赔偿协议 找心若谈赔偿 小静劝说陆心妍再给心若一点时间 或许事情会有转机 再说两人好不容易走到一起 尽量不要闹矛盾 陆心妍却说 这么多年心若永远以自我为中心 永远执迷不悟 他对心若失望透顶 不想再继续走下去 小静转头脸上的笑意 就快控制不住 这时陆心妍叫住他 表示这么多年辛苦他了 小静来找心若 他特意看了看之前拍摄节目 安装的摄像头 发现已经全部被撤掉 心若先哭诉 节目停拍 陆心妍撤资 自己面临的惨状 等小静以胜利的姿态安慰他 他揭穿了小静的所作所为 从黄冰向节目组索赔 到小静前夫被单位开除 来节目组闹事 装装渐渐都是小静所为 原来心若和陆心妍表演吵架之后 出卖他的员工主动请罪 心若痛心背叛他的 竟是他最看重的得力助手 但是已至此 他只想找出幕后黑手 助手坦诚 一切都是小静指使的 心若让助手将功赎罪 给小静打电话 谎称自己和陆心妍决裂 小静得知助手自爆 索性承认就是自己所为 他认定心若已经和陆心妍分开 节目又停拍 心若已经一无所有 心若也迅速进入状态 表演因为失去陆心妍而泪流满面 他哭着质问小静为何这样做 小静愤恨说出原委 心若没转来他们班之前 在全班女生里 他和陆心妍关系最好 可是心若来了之后一切都变了 陆心妍整天围着心若转 再也不看他一眼 看到陆心妍在节目里 向心若求婚 他恨得牙痒痒 直到两人分手 他终于等到了机会 借着工作的由头 天天接触陆心妍 看到陆心妍醉久时 接到心若的电话 他怕两人死灰复燃 于是挂了电话 删除了通话记录 他以为总有一天 站在陆心妍身边的女人会是他 没想到两人又因为录制节目 重新走到了一起 他做的所有事情 都是为了让心若一败涂地 离开陆心妍 心若终于知道了全部真相 可他很疑惑 既然小静喜欢的是陆心妍 为何要破坏小静和班长的感情 小静怒吼 班长是他的 在他最难的时候 是班长陪在他身边 他不允许有人把他的东西抢走 既然得不到就要毁掉 为了毁掉班长 他在车上弄了手脚 只是没想到陆心妍误打误撞 开了班长的车 心若看清了小静的本质 他爱的只有他自己 从头到尾都是他的偏执和战友 欲在作祟 小静不以为然 反正心若和陆心妍分开了 他做的一切都值得 谁料就在这时陆心妍推门进来 大声宣布他和心若永远不会分开 小静这才反应过来中计了 但他算准了心若没有证据 心若拿起桌上的刀叉筒 告诉他里面藏有拍摄设备 从他进来到现在 每一秒都在录像 小静恼羞成怒 拿起叉子攻击心若 陆心妍为了保护心若 手背被划伤 心若眼疾手快制服了小静 命令其他人立刻报警 一切尘埃落定后 陈竹和许承舟看到了一份求婚设计图 两人坚信是陆心妍要向心若求婚 一个去求证陆心妍 一个去给心若通风报信 陈竹知道心若对婚姻充满恐惧 害怕陆心妍求婚会给心若带来压力 谁知心若却表示设计图是他的 是他想在节目录制的最后一期 向陆心妍求婚 因为陆心妍给他的爱 足够让他克服所有恐惧 对方已经走了99步 剩下的一步就由他来主动 另一边陆心妍明确告知设计图不是他的 他何许成舟猜测 或许是班长要向小静求婚 为了避免心若误会 他有求婚的想法 他一再表示喜欢原地踏步 甚至把之前准备的求婚戒指 当作罪证交给了心若 转天 节目迎来最后一期录制 三组嘉宾将在最后一次约会中 揭秘情感走向 班长和小静选择做饭 对他们来说和对方一起吃一日三餐 分享生活中的琐碎小事 就是最大的幸福 未来的日子 他们也会像现在这样 陪在对方身边感受平常生活里的快乐 约会前一天 陈竹发现许承舟忽然消失不见 而且联系不上 他认定许承舟是接受不了他怀孕的事实 想要逃避责任 于是约会当天 他让工作人员和他一起去医院 许承舟回来得知 陈竹在极度伤心的情况下去了医院 火急火燎地跑到医院 看到陈竹从流产门诊出来 他以为孩子没了 痛苦坦白他消失一天 是因为去体验分娩感受 想体会陈竹的不易 他被疼晕了过去 醒来才发现手机没电关机 都怪他来晚了一步 陈竹不忍心再骗他 说出实情 自己只是来做产检 得知孩子还在 徐承舟抱着陈竹又哭又笑 另一边 陆兴颜来到约会地点 看到是求婚现场 他认为工作人员带错路了 直到穿着婚纱的辛若叫他 他才反映过来自己是求婚的主角 辛若拿出陆兴颜为他准备的戒指 和他为对方买的戒指 询问陆兴颜不愿意娶他为妻 陆兴颜终于等到了梦想中的这一刻 单膝跪地 请求辛若嫁给他 两人互相戴上戒指 在阳光下深情拥吻 节目录制完成 六个人全都找到了自己的幸福 陆兴颜知道 辛若喜欢到处走走看看 他召集大家边看世界边谈恋爱 六人每天都在四处感受 大自然奇妙与美好的路上 就像他们的幸福永远都在前行 不会停止 本剧结束 好了今天就到这里了 欢迎点赞留言 关注米虫的看剧和包剧频道 每天定时打卡米虫 一整天嘴角笑玩玩哟 拜拜 拜拜